全国各地的樱花花期已经逐渐在结束 不过现在却有特殊的樱花可以看 那就是在太平山的特有种白樱花 而且沿途都能够欣赏得到 不过因为下午时间山上会比较容易起雾 所以还是建议民众利用上午时间出发 否则就是在雾里看花了 太平山一到了下午山上几乎都会起雾 所以记者一到这儿差点拍不到这种特有的白樱花 不过也因为雾气的关系 让樱花看起来反而有着朦胧的美 民众也赶紧拿起相机拍照留念 因为平常看的樱花都是比较漂亮的桃红色 那这个是白色的樱花 又在很多雾里面看樱花的时候 觉得它特别漂亮 对 还有浪漫的感觉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在别的地方 其他的观光景点都是粉红色 然后这边比较特别 来这边看的话会有一种 新的感受 那就是从我们的宜村线18K开始沿途上来 然后到崔洪景观道路的沿线都有这个白樱花 您反处表示 这种白樱花起从三月中开始 大概为期一个月 而且花跟嫩叶同时生长非常特殊 值得民众上山来赏花 其实泰洪白樱花是我们太平山的一个特有种 它各位可以看到它是花跟叶是同时长出来的 那么你远远看 它是白白的一片 好像只有看到花 即使你近看 它的叶子已经嫩液 嫩液已经长出来了 那在我们的太平山的宜村一线的这个建群步道的附近 沿线 还有我们的崔洪景观道路沿线 以及我们的原始后山的原始森林公园 还有我们太平山的蹦蹦车的沿路 都可以看到这个太平山白樱花 提醒民众 太平山属于高海拔地区 白天气温大约只有三四度 所以要准备保暖衣物 宜兰兄记者张立林采访报道